终于知道为什么以前的帅哥各种感觉 现在的明星恨不得把帅写在脸上 在看吴彦祖一个帅而不自知的男人 以前的古装剧真赏心悦目 一张脸后面出现一张更帅的脸 陈冠霖成功的把几辈子都被人讨厌的马文才 演成了大家心中的一男品 小说里贱眉心目 邪魅狂娟的男主说的就是他吧 是不是真帅哥看女孩的眼神就知道了 毕竟是连日本女明星中三明菜都顶不住的颜值 咱就说谁能拒绝有了头发的张卫健 五天乐总有一种生人物动的氛围感 我宣布张之遥就是我相失十几年的老男友 对名的是我拔多少没 我没有拔过没 都没拔 陈冠西的颜值巅峰时期 就连我也要避其锋芒 怎么说呢家人们 敦龙的颜我简直太吃了 跟你拍那个末代皇帝的时候 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就是敦龙的小戏 好 好 I got this feeling with my soul So I had a toy of stone